模仿你早上 欢迎来自发每期的视频 我是张浩 在本期视频里面呢 跟大家聊聊天 说说学生为什么会成绩优秀 或者说最后都能拿到这个一个 非常好看的精精彩彩的一个这个A 或者A加或者A-好吧 不管是A加A还是A-在我这里 都算是A 我觉得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为什么学生都能拿到A-A或者A加呢 那有些人说 这话不对呀 那我怎么就就拿B了对吧 来跟大家聊聊天 随便聊聊 当然了 我说的呢 也许在我这儿是这样的 可能在你那儿就不是那样的 所以 你就听一乐 好吧 刚刚结束的2022年的Spring 也就是说2022年春季校区 或者春季的这个 课时刚刚的结束 当然了 我知道 现在来自于加州或者华盛顿州的 西韩的学生或者同学是一年四学纪制的 就是 Qualder based的 但美国大部分是semester制的 当然了 你如果semester 你说 Summer算一个semester的话 那一年三学期制的 但最主要的就是Spring and Fall 就是春季和秋季两个学期 今年呢 除了一个学生以外 那个学生就是基本上全军覆没了 那也是最后的 这一个月全军覆没了 拿了两个C 还有应该有B 然后剩下两门课拿了A以外 他有特殊原因的 他是他爸爸在国内发生了一些意外 这个 可以理解 整个人是 情绪 包括精神 包括 人生等等的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除了一个学生以外呢 剩下我今年所有带的学生 基本上 A 就是A-A和A加率都达到了90%以上 也就说 正常来讲 两个学生在我这里 每个学生如果上五门课的话 这两个学生加起来 一学期 每个人五门课 没有拿A或者A加或者A-的课程 应该不超过一门 也说基本全英是很正常的 像我收到了 比如说Northeastern东北大学的学生 全英的报告 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全英的报告 包括 我就不一一现在在这里进行点了 太多了 为什么学生会拿A 不是我有什么灵丹妙药 我可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好吧 我也不会替 我也没法替你去考试 我也不会替 当然我也更不会替你去上什么课 所谓的乱七八糟的 完全是学生自己达成的这个结果 所以真的 我为什么感到高兴 但是我又不能告诉他们为他们感到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这里A-A和A加是一个最基本让我满意的成绩 你如果拿B 那我就得好好地给你嘚嗦嘚嗦你了 对吧 在座的可能在座的今年和之前往年的学生可能知道我在知道我在说什么 啊 这个滋味不好受 对吧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就是 其实我发现了两点 跟大家随便聊聊天 第一点呢 就是你得让这个学生能够理解到 本身的美国教育呢 他是 他不是一次考试盯胜负的 就是他 在这一学期里面 有很多的quiz 就很多的小考试 然后大考试 然后还有期末考试 或者mid term 算是期中考试吧 当然有可能期中考试一个月进展一次 就像国内的月考所谓的 对吧 反正不同的考试方式 有没有统一的考试方式呢 没有 每个教授甚至同样的课 每个教授可以按照自己 愿意或者喜欢的方式进行考试 甚至有的教授可以是 课长发言占了30% 然后 其中考试只占了 其中期末考试只占了10% 甚至50%或者60%来自于小组活动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每一个教授有完全自主定 这门课评分的标准和给分的比例 当然了 作为ACSB的商管内院校呢 也不可能所有学生都拿A 也不可能所有学生都拿B 在此呢 这也不是一个理由 很多学生说 你看 ACSB他就是卡分 那我说 卡分你班有拿A的吗 有吧 那你为什么没拿呢 对吧 反正他总会有10%到15%或者10%到20%的学生会拿A A呢 包括A加 A- 有些大学实行A加制 有些大学没有实行A加制 所以你让这学生本身理解到 拿A呢 是一个循序渐进一个长期的过程 你 不能有一次上课不去 你不能有一次考试不参加 这没什么难的 说真的 这没什么难的 这是个很常见的很常见的一个情况 啊 其实在我这里 这拿A是个理所应当的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说这个感觉 就是拿A难道不是个理所应当的事情吗 那你拿B怎么能行呢 啊 你很多很多看的视频就说 你张老师不知道我们学校怎么怎么办 我的 你再怎么着 你们学校有拿A的吗 你难道一个班里面 一个拿A的都没有吗 那不可能啊 你是ACSB的商管内院校吗 ACSB商管内院校对教学大纲和给分比例是有统一的 或者说一定的限制的 你不可能说是nonaB 你不可能说是nonaC 肯定有拿A的 肯定有做的好了 那你为什么不是那做的好了呢 对吧 所以那都是世界上最不容易 最容易的一件事情 世界上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找理由 最不容易的事情就是不给自己找理由 Brian Tracer写了一本书叫做 Self Disciplines 叫自律 大家可以No excuses 没有理由 大家可以看看这些书 这些书都是 多读书还是有帮助 那么 首先让学生意识到这个整个的每一个考试 每一次的成绩都是很重要的 前提下 其实 我还真说不上什么 不不懂一定要问 而且 在班里一定要发言 那有些人可能有些 我知道国际生可能在班里发言 英文也不是低语言 尤其是一个班里 有些不少中国留学生的 有些学生可能一发言说 哎 教授问一个问题说 any ideas 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然后这个中国人一击手 说 他用这样的英文 比如说 Professor I think This supply chain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没有任何的问题 Go for it 去参加去发言 你不要 老心里想着有些中国人的这一套特别不好 有些留学生 你知道心里怎么想的吗 但这是个非常不好的现象 有些中国留学生 坐在同一个班教室里面 中国人 看着旁边的班里也不太熟的朋友 一举手一发言 你知道这个中国留学生怎么想的吗 就你 瞧你 瞧你 那个英语 就这还发言呢 装什么逼啊 就在这 好多 有不少这种现象 还有背后意冷 你看那谁谁谁 就显他能是吧 全班人就他举手怎么样啊 你觉得你很厉害了 不要搭理这些人 They have no F-word life 他们没有什么 我都要搭理他们 让他们背后去议论吧 你举手你发言 你拿A 你的人生 每一个成绩在美国 每一节课 在美国的每一节课 你在大学里面 你上的每一个成绩 都是跟你一辈子的permint records 一辈子 没有吓唤你 就是一辈子的 你到申请研究生的时候 你提交成绩单 你上的每一门课的成绩 在成绩单上都有 你申请工作 有的工作要提交成绩单 你的每一个成绩 成绩单上都是永久的 你改不了 今天那些嘲笑你的人在把你 嘲笑你发言 积极参与 教授讨论的 课堂讨论的人 不用打理他们 我是过来人 以我现在来看那帮人 有的该移民的 嫁了一个比自己大十岁的美国白人老头 那那时候他们怎么不说他们的行为了 有的 灰溜溜的 也找不到工作 就是一个人在前进自我实现的道路上 不要去搭理那些 讽刺你的 嘲笑你的 你的英语说的再不好 张老师我当年在班里的时候 我也英语不是地狱员 我在班里的时候发言的时候也是 就是 I think right 也是这样 英文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地狱员 我就有一次我就听了两排以后的有中国人在那笑 像那闪就笑话我 不用打理这些人 他们愿意大学期间开着Maserati 开着马上拉地 左手开Maserati 右手摸副驾驶大腿 让他们去干 让他们去干 我不相信富二代一辈子他能够辉煌和成就 我只相信 好好的读书 认认真真的读书 实践自己 人就活一辈子 有一句美国经典的话 你这一辈子你是想多买一双鞋 还是想多学会一种语言 当时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广告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你是想多买一双鞋 还是想多学会一种语言 所以不用积极参与课堂的 课堂的这个这个发言 跟教授之间 达成很好的关系 教授就能记住你 就会给你更高的分数 你至少课堂参与分数很高 那这些就是拿A的一些小技巧 还有第二点 我刚才说的第一点 答案A应该把它当成个理所应当的事情 而且每一个 Cillabase上面写的 不管是课堂的内容 还是 考试的方式 还是不管是Quest 还是Final 或者说不管是Participation 还是Attendance 就是参与度和到场率 都把它做得完美了 没关系 你就算头疼脑弱的 你只要没得那啥 你只要头疼脑弱的 你该去 你就去 别丢那些Attendance 世界是不会同情 弱者的 在商馆的院校里面 只有人为强者而欢呼 所以你一定要拿A 这是跟你一辈子的成绩 第二点是什么呢 是让学生能够自主意识到 我拿A 不是给我家长 脸上有光 我学生拿A 不是让其他人受益 而学生拿A 是你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 无坚不伤的 一个挣很多钱的商人 我基本上我的所有学生都理解到这一点了 就是拿A 拿这个优秀的成绩 是你以后能找的一个让人骄傲的工作 你拿A是你以后能找的一个工作 你能挣很多的 大美金 你可以开Maserati 而别人还在开 whatever 品牌的车 Toyota or Honda 当然我没说那一定不好 我还开Toyota 对吧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当你拿A的时候 你是未来真正可以做到未来可期的 很多家长不是这样的 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是说 小猪崽子 你一定要给我拿A 你不拿A 我跟我们单位的老王没法聊 你看看人家老王家的孩子 都拿A 你再看看你 怎么回事 你不是给谁学的 父母跟别人攀比心理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用搭理他们 只有你 你拿着每一个优秀的成绩 你参与的课堂的每一次的实践活动 你拿着每一个骄傲的AA-或者A加 都是跟你一辈子 只要影响到你未来的 每一次找工作 你挣的每一分钱 你进入到的每一个圈子 父母有一天总会离开我们的 总会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嘛 就是这样的 人没办法 是吧 人老孤狂 树老自焚啊 父母总会有一天离开我们的 只有谁不会离开你 只有你自己对自己的追求是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所以当你拿那些A的时候 当你拿到A加A-或者A的成绩的时候 你会看到我有一个骄傲的成绩 3.83 3.84 3.85的这篇 3.9几的这篇 每一次每一个课程成绩 每一次3.8 3.9这些成绩 都影响到你未来申请研究生 你是能进前10的商管内院校 前20的商管内院校 还是前30的商管内院校 让学生自己能理解到 如果我能拿A 我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好了 那我就一定能够进入到更好的商管内院校 我可以拉的更漂亮女孩的手 我可以更好的拉到八块腹肌的小男友的手 我可以进入到更好的圈子 我可以挣更多的钱 上帝造人就造的人两种特质 暴力和自私 各个国家设立的监狱控制暴力 自私我们每个社会都有各自的道德的底线 但是依旧没法衡量进行衡量自私 什么叫自私 就是我过的要更好一点 那么让每一个学生能够意识到 当他的成绩学得更优秀的时候 他能够未来有一个更好的 预期的生活 生活的方式 或者生活的环境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刺激他的自私欲 让他自私起来 让他知道这个成绩是跟我一辈子的 别人的理论 包括别人对我的绩效 嘲讽 或者攀比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有我自己拿到这个优秀的成绩 我才能 把这个 把这个未来有一个未来可期 你看我今天录视频跟他 哗啦哗啦 也没怎么逗着 大家就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 在座了 今年的在座的 10个学生和去年的13个学生 大家应该知道我在咨询过程中是怎么跟大家讲的这个事 我是非常的 开心的 轻描带显的 逗着大家玩就跟大家咨询过去了 但是为什么就在这种方式里面 每个学生基本上 A达到了90%以上得A率 就是要注意这种方式 一定要能 让他 从他的角度 我甚至跟学生说 你拿不拿A管我什么事的 你拿A反正是你自己 优秀 你拿不拿A 我都无所谓啊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里面 学生他才能意识到 他应该 能够拿到A 他才能做到他真正最优秀的 那个自己 所以我希望所有在座的学生在 Fall 2020 在2022年秋季的时候 也都能收获同样的 得A率 好吧 以上就本期视频 如果你想联系到我 可以帮我发现 FIRSTNIME.LASSMAN HANNESSY 可以通过微信联系到 P3MC H&S 以上的本期视频道 下次再见 拜拜